爸爸你手机给我用一下 我要擦个资料 爸爸手机买电的喽 你可以喊了个伯伯嘛 喊了手机让你用一下 好吧 好嘛 哎 小伯伯 我手机买电的喽 你手机让给我儿子擦擦资料 就麻烦你喽 小伯伯 用了脚浪 谢谢伯伯 我用完就还给你 哇 这个皮肤好好看啊 你就是这么好时间都在玩吗 啊 这边都在玩 那你能不能教我一下 不会玩吗 会玩啊 只是太菜了 啊 那行 我去找个朋友 我今天带你 行 师傅你上一把的皮肤好好看 啊 我好喜欢 那这游戏里面充钱也可以啊 那这手机不是我的啊 我充不了 爸爸妈妈的呢 我爸爸的在充电 那你记得你爸爸的电话吗 记得 你把你爸爸的电话吗 告诉我 等会儿去帮我看一下验证吗 可以送你一个 一样的皮肤 真的吗 还是真的 好 现在我就去跟你看 爸爸 你手机闯好点没有 咋过吗 我要看一条消息 你住的上次之后 你还需要手短信了 因为要用家人的手机号码 才能收到信息 你把你白白手机拿起来我看 不用了 你说眼睛嘛就是了 你不把手机我拿起来我就不得跟你说 我肯定要求人好伤 你还那么小点年纪就要收眼睛嘛 我就没有见到过 不是 刚刚才知道去要眼睛嘛 大爷不能怪我啊 你把手机拿来跟爸爸看 我就跟你说 不用这么麻烦 你把手机拿给我 我去天了就是了 你就是上次眼睛嘛 为上次还要付钱啊 这个不要付钱 你肯定是看错了 我看错了 难道我不认识字吗 你这明明就是要喊我 自付好多钱 你跟我老实交代 你那就可以做啥子 是打游戏可了吗 还是查资料 我刚刚打了把游戏 认识了一个很厉害的师傅 他喊我在你手机上 看这个数字 就给我一个很漂亮皮肤 你说你要查资料 我还喊你白白的手机拿给你 结果你那就可以打游戏 还手燕子嘛 还要付钱 你晓得这是啥子不儿子 这是诈骗喽 你晓得做事情好严重吗 儿子 不知道 要是我把这个燕子嘛 拿给你了 他把我的钱全部给我扣光了 我们咋够办 还有妹妹 还有两个家妹妹吃啥子 天天出去要饭口了吗 就 现在到处都在宣传要放诈骗 我也一直都在跟你说 陌生电话给你打起来 一定要注意 懂不 嗯 要问清楚 别人问你啥子短信啊 验子嘛 你自己的身份情况 信息一下 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 认识到了 认识到了就好 这种例子啊 爸爸妈妈跟你说的还少了吗 为啥子你要可以住 儿子 这种事情要是弄得我们一家 家破人往里咋个办 到时候你读书 念学分也没得了 生活分也没得了 爸爸妈妈 个人走了 啊 你每天就走可以剪渣渣 可以剪垃圾 每天可以睡大改 晓得不 爸爸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次嘛 我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 希望大家以往为例子 不要轻轻默示人的一言一语 更不能透露个人信息 短信验证码等 保护好个人隐私 就要保护了自己的家庭财产安全